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或冷或暖 今天就跟着默然 一起踏上情感之旅 张明宇捂着脸 瞄了眼我手上的简历 露出凶狠目光 怒道 颜明月 今天你能入职公司 我跟你姓 你还不配跟我姓 我来到面试地点 递上简历 我很自信自己能够入职 因为我的简历很完美 大学期间 包括大广赛在内的各种国家 顶尖赛事 我几乎次次都是一等奖 张明宇能够进入公司 也因为挂名在我的作品下 混到不少荣誉 想到这我更恶心了 我和张明宇大学相恋两年 他带我一届 毕业后 进入了全国最顶尖 于天集团下面的分公司 还干到主管的位置 在他眼里 我这个没背景 没实力的糟糠女友 理所应当就被嫌弃了 上岸第一件 先斩一中人 为了维持他老好人的人设 他辟了张我的不雅照 造谣我出轨 于是他名利双丰收 而我被人唾骂了不短的时间 对于我来说 他是一种侮辱 今年我毕业了 也来到这家分公司应聘 果不其然 在看完我的简历后 面试官露出笑容 严小姐很优秀 我们公司就需要 严小姐这般 有实力又优秀的 新锐设计师 我也很荣幸 能够与贵公司合作 我微笑着说 心底却是一片平静 你没资格进入公司 突然 门被推开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女孩 闯进来 她指着我 趾高气扬地说道 面试官愣住了 我皱眉 记忆里似乎没有这好人物 下一秒 合同被撤回 刚才还满脸笑容的 面试官脸色转朗 严小姐你不符合本公司的应聘条件 请你离开 说着 是好颁看向女子 为什么 以我的能力 就算入职总公司 都绰绰有余 除非 我看向女子 这家伙有权势 就凭我爸是人事部部长 说不让你进 你就没资格进 女子一脸得意 我也瞬间明白 对方身份 刘萱萱 也是张明宇 为追她抛弃的我 现在看来 似乎追到了 我原以为贵公司 是选贤举能 没想到玩这种全谋把戏 我冷笑一声 继续说道 这公司我静定了 我拿出手机 给我总经理哥哥 发了个信息 没错 这处分公司的总经理 是我哥 当然 我还有更高的一层身份 于天集团老总的 亲女儿 本来准备用实力进 你跟我玩人脉 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人脉 什么玩意 你以为公司 是你家开的 想进就进 刘萱萱 鄙夷的扫了我一眼 面试官 心领神会的 将我赶了出去 我知道了句 别后悔 转身就走 刚出门 迎面就遇见了张明宇 我知道她等在这里 准备看我笑话 怎么样 被赶出来了吧 她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 像看垃圾般看着我 我懒得理她 静止往前走 呵 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严明月 我告诉你 公司不是大学 看的不是能力 是人脉 你懂吗 人脉 你现在跪下求我 说不定我给你 安排个洗厕所的职位 随后就是她得意地笑 下一秒 面试官急匆匆地来到我面前 歉意说道 严小姐不好意思啊 这是合同 请您签字 她求着我签 态度180度大转变 我要是不签呢 我话音落下 就看见对方斗大汗珠 不断冒出 估计我老哥跟他说了什么 的 我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 签了字 我朝着还陷入 诧异中的张明瑜点了头 眼神饥讽 人脉确实很重要 张明瑜脸色难看 对跟上来的刘轩轩咆哮道 怎么回事 总经理看到她简历了 点名让她留下 严明月 这次算你运气好 张明瑜恶狠狠道 谢谢 我的运气会一直好下去 因为遇见你 把我一辈子的霉运消耗完了 说完我扭头就走 张明瑜估计被气坏了 来到宫位 我旁边坐着一位身着休闲装 看上去只有二十二三的女子 你好啊 我叫程倩倩 程倩倩笑着跟我打招呼 她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长相 却越看越耐看 笑容对我有着莫名吸引力 你好啊 我叫严明月 这时小组长朝着我宫位上 丢下一堆文件 冷漠道 这是你今天工作量 我看着堆着如小山般的文件夹 眉毛微皱 组长这些不应该我来做吧 是的 文件堆积如山 我就不说什么了 里面有很多都不是我负责的内容 那做做不能滚 组长态度很恶劣 就跟我欠了她几千万一样 严明月这你都不会 你简历不会是造假的吧 不会吧 刘萱萱那凡人的声音响起 我瞥了她一眼 强忍着扇她的冲动 开始处理文件 质疑我人品可以 质疑我能力 绝对不行 这工作量很大 至少是一个人三天的工作量 直到下班 我才看看完成 倩倩多谢你了 我对身边的成倩倩感谢说道 我能完成其中 也因为成倩倩帮我分担了一些 成倩倩腆腆一笑 摆摆手 不客气 坐在对面的刘萱萱 看我完成了任务 恶狠狠瞪了我和成倩倩一眼 拿起手机 就在我收拾完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 小组长又抱着一达文件走过来 成倩倩看来你很闲啊 还有空帮别人做东西 说着她将一达文件 狠狠丢在她的面前 随后又将更多的文件 丢在我面前 这些文件马上就要 赶快做 我已经下班了 我看着她冰冷说道 小组长气得猛拍桌子 你个新来的搞什么特殊 你看看谁按点下班了 再看人家刘萱萱 就算有个人事部部长的爹 都不下搞特殊化 你算什么东西 多跟别人学学 刘萱萱挺起胸 脸上满是得意 是 刘萱萱在工位上 不是吃了睡 就是刷具化妆聊八卦 她着急下个屁班 学她公司都得倒 我原本还想要 跟这个小组长理论一二 成倩倩拉住我的衣袖 我看到她不愿惹事的神色 忍下来了 但今天这个班 我必不会加 在众人诧异目光中 我毫不给面子 转身就走 颜明月 今天你踏出这个门 明天就不要来公司了 丢了面子的小组长 在我身后咆哮 我能不能来公司 也是你说了算的 回到家后 成倩倩消息发来 明月你闯祸了 我刚听到刘萱萱他们说 明天就开除你 我回到 公司又不是她家开的 说开除就开除我呀 明月你不知道 刘萱萱的爸爸 是人事部部长 她男朋友还是主管 想要开除你很容易的 她的语气中满是担忧 我心有点暖 愧疚到 我连累你加班了 半个小时候 她才回我 估计在忙 不是的 没有你 其实我也要加班的 之后她告诉我原因 刘萱萱的工作内容 绝大部分都是 成倩倩帮忙做的 剩下的一些 分摊到小组其他人身上 怪不得刘萱萱这么悠闲 怪不得小组的人一直加班 拿钱不办事的蛀虫 我怒了 打电话给我哥 我哥也怒了 在他的公司中 竟然发生职场霸凌事件 简直不能忍 我也表示理解 这种小事 我哥作为总经理 怎么会知道 更何况 他主要事情 还是要处理总公司那边的事物 对这边关心的就更少了 十几分钟后 我哥给我回消息了 这件事他处理好了 所有人下班回家 刘萱萱也被他狠狠训斥一番 第二天 我回到公司 同事看见我回来 只是诧异一下 又自己忙自己事情去了 我来到公卫 发现自己和成倩倩公卫乱糟糟的 成倩倩红肿的眼睛 表明他哭过 手上似乎好多了几道伤口 我对上刘萱萱 那一脸得意的表情 我瞬间就明白 发生什么事情了 职场霸凌是吧 我拉着成倩倩 找到小组长 可小组长却说 霸凌你们 小组这么多人 他不霸凌其他人 就霸凌你们 说明是你们的问题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这公司里面 都是什么牛鬼蛇神 我没有继续辩驳 我现在明白 这小组长是刘萱萱的人 拉起成倩倩 转身就走 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自己什么身份 敢和刘小姐作对 找死 我背后传来 小组长不屑的嘲讽声 你已解锁后续答谢 告状有用吗 我刚出来 就对上了刘萱萱 那得意洋洋的嘴脸 成倩倩 我告诉你 你跟总经理举报我 害我被骂得狗血淋头 我跟你说 这件事没完 你们两只要在公司一天 我就折磨你们一天 成倩倩举报刘萱萱 我瞬间想明白了 怕是我昨晚 跟我哥转述的那些事 让刘萱萱 误以为是成倩倩举报的 导致她平白无故受了灾 我心中愧疚无比 刘萱萱 你让我难受了 我能让你好过 职场霸凌 谁不会呀 我狠狠一巴掌 甩在刘萱萱脸颊上 她捂着火辣辣疼痛的脸颊 愣了一秒 尖锐吼道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 我扬起巴掌 又是一巴掌 狠狠打在她另外一张脸上 啪 两道清脆的耳光声 响彻整个办公区域 所有人全都停下手中工作 齐刷刷向着我们这边 投来惊讶的眼神 刘萱萱呆滞在原地 不敢置信 她从来没有想过 竟然有人敢当众打她 她疯狂了 颜明月你死定了 刘萱萱她爸可是人事部部长 小组长冷笑一声 张明宇听到动静也来了 刘萱萱扑进她怀里 梨花带雨道 明宇 这个女人欺负我 老婆 放心 有我在 没人敢欺负你 她搂着刘萱萱安慰她 我看见这一幕 微微有一点点难受 以前她也是这样安慰我的 张明宇举起手 朝着我打了过来 这种感觉瞬间破灭了 张明宇的手 到底还是没打下来 倒不是她良心发现 只是我哥王凡出现了 都在闹什么 王凡严肃呵斥道 她的出现让办公区域 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就连张明宇和刘萱萱 也低下头 王总经理虽然只有二十七八 却不苟言笑 极其严肃 公司的人都怕她 王 总经理 她扇我巴掌 刘萱萱委屈地指着我道 成了 其余人也都分分附和 将所有过错 全部推卸到我身上 张明宇更是添油加醋 总经理 这种职场霸凌的人 绝对品行不端 应该立刻开除 免得影响我们公司名誉 她恶毒的眼神盯着我 恨不得把我吃了 哼 他们还真会倒打一耙呀 闭嘴 王凡突然大喝道 吓了众人一跳 你跟我来 我哥对我道 成倩倩无比焦虑 想要为我辩解 我给了她一个放心的眼神 跟我哥回到办公室 你刚来两天 还真能闹腾啊 我哥无奈地看着我 你也不看看 你公司里面 招的都是些什么臭鱼烂虾 我坐在她的椅子上 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她 所以你让我进你公司 就是来受罪的 这段时间受的委屈 让我很不满 要不是我哥 邀请我来分公司 我会看得上这里 当然我也存了 报复张明宇的心思 明月你放心 这样的蛀虫 我定会给你讨回公道 我哥的态度 让我很满意 走出办公室的门 张明宇和刘萱萱 那对狗男女 一直等着看我笑话 被开除了 活该 两人丑恶的嘴脸 我真想再给他们一巴掌 你们聚在这里干什么 这么闲不用工作的吗 我哥走出来呵斥道 很显然 我并没有被开除 这落在刘萱萱眼里 满是疑惑和愤怒 她走到我面前 恶狠狠说道 颜明月你等着 等着就等着呗 你还能干死我 我回到公卫 发现成倩倩不见了 发消息打电话 也没有回 我心中突然有种 不好的预感 我和我哥查了监控 最后在厕所里 找到了昏迷不醒的成倩倩 她身上湿漉漉的 还有一些伤痕 很明显 她被欺负了 而欺负她的人 我已经知道 是刘萱萱和张明宇干的 我胸中燃起熊熊烈火 恨不得杀了这俩狗男女 当务之急 是送程倩倩去医院 幸好 她只是有些虚弱 惊吓过度晕过去了 哥 这样的人渣你不开除 留着过年 我咬牙切齿道 开除一个刘萱萱和张明宇 有什么用 我哥道 她爸是公司元老 势力错综复杂 想要动她 没那么容易 所以就任由她胡作非为 我气得浑身发抖 你放心 上次之后 我已经在着手调查 公司内部的贪污问题了 她爸就是最大黑手 现在还差确切的证据 你配合我 咱们一锅给她端了 我点头 哥 你对倩倩这个人怎么看 我忽然问道 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女孩 我哥如是说道 我嘴角裂开一个弧度 笑道 既然是好女孩 那你可要对人家负责 啊 我哥还没反应过来 我继续说道 她可是在你公司被霸凌的 你不负责 谁负责 这时 程倩倩醒来 看见我和我哥的身影一愣 我解释道 我找不到你 于是求助 王总经理调查了监控 这才有惊无险地 将你送到医院来 程倩倩点点头 感激地说道 谢谢你 我摇摇头 应该是我谢谢你 在那种情况下 程倩倩愿意为我出头 我真的很感激她 那你好好休息吧 有什么事情就跟王总经理说 我顿了顿笑意莫名道 她说她会对你负责的 隔天回到公司 座位还没午热呢 刘萱萱就一脸得意地站到我面前 颜明月 想知道程倩倩去哪了吗 求我就告诉你 求你 我淡淡道 哈哈哈哈 刘萱萱猖狂地笑了 随后 她就将昨天怎么对付 程倩倩的过程告诉了我 我不信 谁知道 你是不是在故意吓我 我淡定地说道 不信 刘萱萱冷哼一声 发了个视频给我 正是昨晚 欺凌程倩倩的全过程 画面永远比声音 来得更让人触目惊心 我怒不可遏 表面却很平静 将视频点击保存 发完后 她恶狠狠盯着我威胁道 颜明月 我警告你 不要惹恼我 否则我弄死你 下一秒 程倩倩来了 我看见刘萱萱脸上的错愕 连忙扶着程倩倩坐下 微怒道 你不在医院好好养伤 怎么又来上班了 这么喜欢上班 程倩倩摇头 医生说我的伤不重 可以来上班 说着她来到工卫 打开电脑继续说道 其实我并不喜欢上班 我喜欢设计 我的梦想成为最优秀的动画设计师 公司就是我最好的平台 最好的平台在总部 我到 我也想去啊 可我实力不允许 程倩倩无奈摊手 我看见她眼中一闪而逝的落寞 程倩倩实力不够 不 她绝对足够 她是我见过最努力 最勤奋的设计师 即使摆在总公司 也绝对是尚有水平 你会进去的 为了自己梦想而奋斗的人 真的超酷的 程倩倩笑了 她笑起来 有两个小酒窝很好看 其实也不完全为了梦想 我妈身体不好 我需要努力上班 为她治病 我心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被揪了一下 我掏出一张银行卡 刚准备递到她的手上 程倩倩连连摇头拒绝 不不不 我要靠自己努力 我羞愧收回银行卡 感觉自己侮辱了她 这样一个善良努力的女孩子 很难不爱好吗 就在这时 我哥又来了 宣布个事情 总公司考核 选定在下周 努力吧 我哥说完这句话 有意无意瞟了我们这里一眼 随后离开 总公司的考核 就是让各个分公司 里面小组 设计出自己的动画作品 进行评选 这关乎每个分公司人员 能进总公司的名额 也关乎总公司 对这个分公司的印象 这也是我哥 邀请我来这儿的原因 往年 我都是在总公司当庭委的 今年我却成为参赛选手 我哥话音落下 我明显感觉到 小组氛围都不一样了 从僵尸 一下子就变得生龙活虎了起来 这也难怪 要是进入总公司 以后最低也能到分公司 当个小组长什么的 更别说 评选入围 还有丰厚的奖金 就连刘轩轩这个平日里的蛀虫 此刻也都认真工作起来 只不过他工作能力属实饭桶 各种错误不断 我们每次完成自己工作内容后 还得帮他擦屁股 这比自己做更折磨 他也知道自己能力不行 就不再动手 也不来找我麻烦了 只不过 他时不时和张明宇 在我面前搏击一下 属实恶心到我了 最终 作品评选结果出来 拿了一等奖 我并不觉得意外 有我和程倩倩两人足矣 事实也是如此 这个作品几乎九成以上的地方 都是我和程倩倩 熬了几个通宵联手完成的 小组长拿着奖金进来 我们所有人脸上都是笑呵呵的 可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 奖金的分配让我忍不住爆发了 组长我认为这次奖金分配不公平 不是不公平 是超级不公平 可以说 这一次能拿一等奖 几乎是我和程倩倩的功劳 就算奖金按照平均分配 我都不会有这么大反应 可问题是 我和程倩倩出力最多 拿的却最少 只有一千 而成是不足 败事有余的刘轩轩 却拿着最高的两万块奖金 凭什么 我愤怒质问 小组长皱眉 淡淡说道 这是上面的决定 不是比谁嗓门大 有本事你让上面改啊 她的表情带着挑衅和讽刺 上面的决定 我倒要看看 是我哥还是他那个所谓 人事部部长的爹的决定 跟哥说明情况后 我安慰程倩倩道 你放心 我会帮你把你应得的拿回来 不光是拿回这些奖金 这也是扳倒所有蛀虫的契机 程倩倩苦笑一声 摇了摇头 没关系 能拿到一千奖金 我已经很满足了 话虽如此 可我明显看见 她眼中的渴望 我知道她很在乎 或许说很需要这笔钱 这段时间 我去医院探望过她母亲 程倩倩母亲得病 一天就要两三百网上 一个月就是上万 这钱对于程倩倩来讲 能救命 因此 她为了这个作品 几乎每天都五点开始 加班到凌晨一点多 有次要不是我半路 回去拿东西 看到昏死的她 估计现在 她已经躺板板了 程倩倩付出这么多 却只拿到那么点 我替她感到不值 有些东西是她的 就该是她的 谁也夺不走 几分钟 小组长被叫走了 再回来时 明显感觉到她憔悴了 狼狈地宣布 最高奖金给我和程倩倩 对此众人吃惊 刘轩轩更是气鼓鼓来到我面前 将那两万现金狠狠丢在我身上 而后散落一地 两万块钱 我一点都不在乎 就当施舍给你这种穷人了 我白眼一番 搞得好像我在乎一样 程倩倩兴奋地冲向我 抱着我欢呼雀跃 明月你真厉害 不会真的和总经理有关系吧 我嘴角微微上扬 还不等我说什么 张明宇那无比讨厌的声音响起 她一个穷丫头怎么可能跟总经理有关系 说完她顿了顿 眼中讽刺意味十足 要有也是不减点的小三 办公室最不缺的就是吃瓜群众 当听到她说的话 瞬间全场轰动 追问细节 之后她就将我那莫须有的出轨 大肆宣扬了一番 并且当场找出了那张辟图 那一刻 熟悉地指责场景再度袭来 他们骂我很难听 见货 狐狸精 不要脸 不守复道等等字眼 在耳边萦绕 原本以为一年了 我可以释然 可当我目光与张明宇 那得意而又虚伪的面孔交汇的刹那 终究还是忍不住了 我冲上前去 醒来的时候 人躺在医院中 你醒了 程倩倩扶住了想要起身的我 轻声细语道 医生说 你手骨折了 不能乱动 我看着程倩倩那双清澈的毛子 问道 他们都说 我是贱人 你不厌恶我吗 他们说你是你就是吗 我相信 你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程倩倩的话很轻 却无比坚定 落在我心中 却如奔腾不息的暖流 修补了我这一年来的创伤 我忍不住落泪 像是要将心中所有委屈 都发泄出来一样 这就是被无条件偏爱的感觉吗 真的很好 只要你在乎的在乎你 那些不在乎的 又何必放在心底 这一刻 我彻底释然了 我想给程倩倩一个大大的拥抱 却牵动小臂上的伤口 疼得我呲牙咧嘴 她有些瞠怒白了我一眼 都说了 不要乱动 伤势加重了怎么办 都听你的 倩倩你真好 我忍不住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几分钟后 我哥来了 看到我没事 松了口气 转身给了程倩倩一张银行卡 里面有着十万块钱 她从我这里知道 程倩倩不接受他人施舍 连忙解释道 这是你这次获得一等奖的奖金 原本就是十万 不过被那些蛀虫吞掉了 程倩倩将信将疑地收下银行卡 我哥又带来一个信息 还有两个月 就是总部举办的 全国个人动画设计大赛 到时候会有全国顶尖人物评审 因为我们上次获得了一等奖 原本只有两个名额 现在我那一个小组都有资格参赛 获奖就可以进入总部 听完之后 程倩倩双眼放光 看到我受伤的手后 露出无比惋惜的神色 可惜明月你手受伤了 以你的实力是百分百能得奖进总部的 我笑了笑 这有啥可惜的 要不这样吧 明月我帮你做一份怎么样 我摇头拒绝了 我不需要用这种手段进总公司 接下来的时间我都在医院养伤 我哥和程倩倩时不时就来探望我 倒也不显得孤单 倩倩你做饭这么好吃 我以后嘴被你养雕了怎么办 说着我看向一旁跟我抢饭吃的老哥一眼 继续道 这么贤惠的姑娘 谁娶了可就享福了 王总经理 你有没有兴趣啊 扑 嗨嗨 我哥被我的话一惊 直接呛到了 脸上明显出现了 局促不安带点的窘迫的表情 那个 公司还有事 我 我先走了 我哥结巴说完 落荒而逃 我还是第一次 见到我这冰山男神的哥哥 出现这种小男生的行为 不由笑出声来 娇羞脸的程倩倩 美好气道 你这么说 以后在公司 让我有傻脸见总经理 有啥不好意思的 怎么 王总经理你看不上 不不不 程倩倩连忙摇头 神情有些落寞到 王总经理很好 我和她身份 没可能的 我姐妹 有啥配不上的 安排 倩倩 你不用那么努力的 以你的实力 两个月打磨一个作品 百分百能获奖的 这些天 我看见 程倩倩黑眼圈越来越重 脚步越来越虚浮 不由担忧说道 身体是革命本钱啊 程倩倩苦涩一笑说 自己会注意的 至于真的住不住意 我住院管不着 只能让我哥帮忙盯着了 这一天 程倩倩刚来 我就发现她眼睛红肿 似乎刚哭过 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必定出事了 在我再三逼问下 我得到了答案 刘轩轩知道 以自己的水平 绝对无法获奖 于是就强迫程倩倩 帮她做了一份 怪不得这些天 程倩倩如此劳累 原来不止一份作品 更过分的是 刘轩轩害怕 程倩倩的作品 超越她也进入总公司 将程倩倩电脑里的 那份给毁掉了 这毁掉的不光光 是程倩倩的心血 是梦想和未来 这和杀人父母 又有什么区别 我怒了 恨不得撕了刘轩轩 但我知道 当务之急是恢复数据 因为距离大赛只有三天 重新做一份 肯定来不及了 我找到当年帮我调查 张明雨的顶尖电脑专家 让她帮忙恢复 电脑损坏很严重 最终在大赛截止前一天 我们恢复了文件 现在去提交作品 我和程倩倩都松了口气 绝望的是 最后一天 作品无法提交 不再接收 程倩倩的情绪 明显无比失落 一个人从充满希望到失望 重拾希望 最终成为死灰 这种滋味 不是常人能够承受的 我怕程倩倩做出什么傻事 准备开导她 还没开口她 率先说话了 看来我运气不好 只能等下一次的大赛了 程倩倩获达得 让我不知所措 我哥听闻此事后赶来 我一定会为你们 讨回一个公道 连个人都照看不好 我嫌弃白了她一眼 她似乎读懂了 捏拳离开 十二 很快比赛结果公布 我和程倩倩都去了现场 刘萱萱和张明宇自然也在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你们看见没 那上面获得一等奖的是我的作品 你们俩这是来祝贺我获奖吗 刘萱萱指着屏幕上 自己作品的字样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程倩神情失落无比 刘萱萱你倒用倩倩的作品 还毁了她的作品 难道就没觉得羞耻吗 我质问 张明宇立刻跳出来护犊子 严明月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我家萱萱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情 说不定是某人怕书自倒自演的 某些人以为自己继续当贱人 勾搭别人能走上巅峰 却不知跟我家萱萱比起来差远了 张明宇得意洋洋地说道 对于这种满嘴喷粪的人 我多说一句都觉得恶心 等着吧 现在有请我们于天集团大小街 为获奖作品颁奖 主持人声音响起 众人激动 当聚光灯打到我身上的刹那 一道道目光注射而来 怎么会 你明明就只是一个穷丫头 老总姓王 而你姓严 张明宇呆住了 那一刻我从她的眼中 看见了恐惧和后悔 我说过 我随母姓 明月 你竟然是大小街 程倩倩震撼无比地难难道 倩倩 我们一起上去 我带着她来到领奖台上 现在我宣布 一等奖获得者是程倩倩 我大声宣布 程倩倩还呆着 我不服 上面明明是我的名字 你和程倩倩是好朋友 这是黑幕 刘轩轩咆哮 众人议论纷纷 这要是处理不好 就会造成很大的舆论风波 我冷笑 这作品下面 虽然是你的名字 但是 我淡然地将刘轩轩威胁程倩倩 帮她创作这个作品 和毁坏程倩倩作品的视频放出去 一瞬间全场哗然 谩骂声 嘲讽声 笔疑声 各种难听的词语 像潮水般淹没她的内心 张明宇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 对我单膝下跪 明月我不在意你之前背叛我 只要你愿意 我们还能和好如初 震惊我一阵年 我从未见过如此 厚颜无耻之人 明明错的是她 却能堂而皇之 站在道德制高点 还让我对她感激涕零 真的恶心 我直接将自己收集来她辟图 造谣我的证据 甩在她脸上 她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紧接着 我丢出更大的重磅炸弹 说他们涉嫌故意伤害罪 恕罪并罚 摸个几年不可能出来 她只顾着摇头 我将刘萱萱发给我的视频播放了出来 一同播放的 还有刘萱萱那天炫耀的录音 这一刻 张明宇心如死灰 你很谨慎 厕所是没有监控 可惜你有个蠢女友 这一刻 张明宇还会觉得我不如刘萱萱吗 不会的 我爸会来救我的 她因为贪污 已经掀你们一步进去了 王凡的出现彻底击碎了刘萱萱最后的幻想 这两个月 我哥一直都在着手调查公司内部的腐败 终究是被他从我那个小组长身上找到了突破口 刘萱萱和张明宇被警察带走了 未来几年恐怕都得在牢中度过 我内心平静 他们与我何干 我朝着程倩倩伸出手 倩倩 欢迎加入余天集团大家庭 这里将是你梦想启航的地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或冷或暖 今天就跟着漠然 一起踏上情感之旅 第一次知道何飞的存在 是无意间扫到了陆向南的绯闻 陆氏集团是壁氏最大的影视公司 为了公司运营 陆向南时常跟娱乐圈的女明星女演员 朝炒作借机宣传是常有的事 我向来不在意 手一划 不小心误点了照片 那张不知真假的绯闻照片里 陆向南的手搂着女孩的腰 亲密无间 女孩看起来清纯动人 有一股美不自知的唇欲感 虽然是镜图 但不难看出陆向南看向她的眼神 细腻而情动 营销后把她信息报了出来 是个女大学生 名叫何飞 我以为是陆向南公司的新人 为她进攻娱乐圈而炒作造势 于是不以为然 可半个月过去了 我某天想起来去搜这个名字 却发现 关于何飞的绯闻 被人为删除的一干二净 这太反常了 在商场逛街时 闺蜜忽然拍我一下 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我摇摇头 挥散掉那些想法 没什么 再想陆向南生日 送她什么好 再过一周 就是陆向南生日了 结婚三年 每次送她生日里 陆向南都是面带嘲讽和轻蔑 谢谢你好意 但这些东西 送给秋仪儿子用吧 秋仪是家里的保姆 想到这里 我不由地低下头 依依 闺蜜激动拍我 指着前面 你看 那个男的像不像你老公 我抬头看过去 前面一男一女 亲密无见地搂着 男的西装革履 背影挺拔 确实和陆向南有八分像 闺蜜瞬间变了脸色 那个女的是谁 陆向南怀中搂着的女孩 我认识 正是半个月前 在绯闻照片里看到的 那个女大学生 何飞 四周 没有一台摄像机 他们绝对不是在炒绯闻 闺蜜看不过去 捧着奶茶跟何飞擦肩 故意撞到她 奶茶撒了何飞一身 对不起啊 闺蜜连连道歉 借机看清了何飞的脸 何飞惊呼一声 皱起了漂亮的眉头 去拽陆向南 老公 我刚买的裙子 陆向南温柔安慰 没事 老公再给你买 闺蜜看向陆向南 故作惊讶 呀 陆总 这是新夫人 可 你老婆不是在那吗 闺蜜指着身后的我 陆向南身子一僵 和何飞双双扭头看向我 陆向南眼中闪过一丝尴尬 又很快恢复如常 她甚至故意挑衅 当着我的面 亲密搂住何飞的腰 往她身上靠 尹一 你凭什么觉得 我堂堂陆氏集团总裁 该为你守身如玉 她目光满是挑衅与轻蔑 我愣愣摇头 我没这样觉得 何飞漂亮的眸子犀利盯着我 眼里一闪而过的极度 阿南 这个老女人 该不会是你那个 爱慕虚荣的老婆吧 陆向南吃笑 没错 是她 何飞见她看着我 瞬间不开心了 老公你不能看她 你是我的 好好好 我是你的 两个人的腻歪中 我连忙掉头 跑得比谁都快 闺蜜义愤填膺 没想到这个陆向南 也是烂黄瓜一根 真是看错她了 不管是不是烂黄瓜 尹家都要仰仗陆氏集团 鼻息生存 我不是没听见 何飞说我这个老女人 爱慕虚荣 不用想也知道 原话是陆向南说的 当年尹家为了高攀陆氏 低声下气求联姻 陆向南从来轻看我 尹一 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你不过是尹家的一条狗 娶你是给尹家的施舍 句句回忆 在脑海中清晰浮现 末了 我安慰闺蜜 这话跟我说就行了 别让别人听见 一周后 花溪别墅迎来陆向南的生日宴 必是有头有脸的 都被请到这场宴会上 我帮着陆向南维持体面 正微笑着跟客人交谈 向南最近公司有些忙 他打来电话说 稍后就到 话音刚落 陆向南带着我的面 把何飞带了过来 他明目张胆地牵着何飞的手 甚至还不惜放低姿态 亲自帮何飞整理礼服裙摆 在众人八卦的眼神中 将何飞当成小公主一样宠 明明是陆向南的生日宴 他硬是整成了何飞的个人展 四周的议论声逐渐沸腾 这是什么情况 我去 这个女的不是营销号上 那个女大学生吗 看样子像是陆总的新欢 泽泽 早就听说陆太太不受宠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你说那个隐医啊 什么陆太太 不过是隐家送来八戒陆氏联姻的工具 看这样子她也当不久了 我无措地悄悄躲到角落 努力把自己藏起来 假装听不见这些刺耳的议论声 可陆向南 似乎并没打算就此放过我 接下来该陆向南上台致辞 感谢宾客的到场了 陆向南拿过话筒 西装革履 自信而霸道 似乎对一切都胸有成竹 台下何飞捧着小蛋糕 笑盈盈地望着她 满是星星眼 今天感谢各位亲友的到来 我特别开心 更要特别感谢 我的小公主何飞 陆向南的目光 停留在何飞脸上 两个人像热恋小情侣一样 眼神甜地能拉出丝来 众人唏嘘议论声逐渐大起来 我去 陆总牛逼 这是直接宣布给新欢名分吗 我看差不多 估计这个女大学生 很快变成陆太太吧 那个隐医 很快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这个何飞长得又醇又郁 要我也喜欢这样的 多刺激 要我说隐医也真够丢人的 自己老公都守不住 要是我早就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我躲在宴席的角落 正掏出手机 给置顶聊天发消息 有点想你了 消息刚发过去 对面秒回 姐姐 好默契 我刚收购一个项目 我去找你 紧接着下面发过来 一条视频 我唇角轻翘 点开放大看 沈时钊那张帅到 令人发指的脸 赫然出现在眼前 视频里 她用口型一张一合 姐姐 要不要来摸我的腹肌 丸是脾气一笑 别 我快速回复 下周有空 我去找你 好 沈时钊回 因路向南而起的心中阴霾 刹那散开 那场生日宴 在宾客的八卦和议论中 作为一个笑话结束 或许 我也是其中一个笑话 但我还真不在乎 宾客陆陆续续离开 路向南喝得有几分醉意 在何飞身上摸了一把 何飞撒娇笑着闪躲 与我错身而过时 我沉默看着路向南 之前不是说好了 你不会公然把人带到我面前 让我没面子 路向南轻蔑一笑 居高临下看我 尹一 你要不要撒泡尿照照镜子 先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尹家的一条狗 还有资格跟我谈面子 我瞬间将注 何飞挑衅地当着我的面 亲了陆向南一口 陆向南得意地笑 尹一 让你做陆太太 不是让你给我脸色看的 与其跟我谈面子 不如跟飞飞好好学学 怎么讨我欢心 说着路向南搂着何飞的细腰 双双上了车 当晚我把名下的所有财产 迅速转移 购置房产 购买门面 投资的投资 其余地转给我闺蜜 自从我父母死了 尹家就再也没有我的家人 他们当年利用我联姻 获得与陆氏集团的合作 算算三年来 我该还的都还差不多了 但我知道 还有一大笔钱 是我应得的 在陆向南那儿 忽然别墅外有了动静 一对男女抱成了鸳鸯 边啃边往屋里进 我正正地看着陆向南 结婚三年 从来没见过他这样行动 何飞带着罪意睁开眼 看到我那一刻 欲聚还迎轻推陆向南 阿南 那个老女人在看着我们 何飞缩进他怀里 朝我露出得意炫耀的笑 陆向南嫌弃瞪我一眼 宠溺揉摸何飞的脑袋 小笨蛋 你管他干嘛 当他不存在 说着 便要抱起何飞 往二楼走去 二楼有我们的主卧 也有客房 我忍不住出声 陆向南 当着我的面 你能不能顾忌一下我的感受 呵 陆向南回头 你的感受 他将何飞轻轻放下来 然后朝我扔了张支票 语气居高临下 嘲讽拉满 这些钱够顾忌你的感受了吧 他收回看完物的眼神 抱着何飞继续往上走 我也不动声色 默默把支票收起来 然后一言不发地跟在他们后面 率先回主卧 陆向南你我一眼 搂着何飞往客房走 何飞反倒不愿意了 他在身后撒娇的声音传来 阿南 我不想睡客房 你让那个老女人出去 好 陆向南听话的 就像他养的一只狗 完全忘记了 他怀里那个是小三 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老婆 陆向南朝我走过来 冷冷看我 隐医 听到飞飞的话了吗 拾去点 我一言不发 从主卧走了出来 陆向南抱着何飞走进去 乖乖 为什么飞要这间 都是隐医的痕迹 何飞搂着他的脖子 促下笑 阿南 你不觉得这样才刺激吗 门被关上 我抬头歪起嘴角 旋即打开手机的监控画面 里面两个人 正在疯狂脱对方的衣服 时时直播 何飞说得没错 的确刺激 但晚我一夜未归 除了花溪别墅 我切换聊天软件 跟置顶聊天发消息 阿昭 我想去找你 现在 我站在路边 准备打个车去 原本陆向南给我买了辆车 但前些天 他说司机有用 就收回了 后来我才看见 是何飞在开 纵然我在迟钝 也察觉到了 陆向南再一点点收回 他认为那些 不过是他给我的施舍 他觉得 我就应该像条狗一样 匍匐在他脚下 我告诉自己 再等等 就快了 愣神间 手机响了下 我低头看消息 回头 我正愣住 瞬间回过头 看到了那张日丝夜响的脸 是沈时钊 好看的眉眼 明媚狂妄地笑 嫌疑怒马的少年 他眼里蠢蠢欲动的情欲在动 下一秒 一把将我抱住 姐姐 你好狠心 那么多天不见我 沈时钊虽然年轻 力气却很大 他将我抵在墙上 呼吸炽热 请客低头吻了下来 两久 他才恋恋不舍地分开 喘息间 我眼前一片水雾 阿钊 我老吗 沈时钊笑了 露出小虎牙 你怎么会老 他把我带上车 司机在前面开 他坐在后排 挽起我的发丝来 一下一下地 挑弄得我很痒 沈时钊迷恋地看着我 姐姐 是不是那对狗男女 又欺负你了 我张了张嘴 想说的话又咽下去 我抚摸沈时钊那张年轻的脸 不提他们 今晚 我只属于你 车在一栋豪华别墅前停下 沈时钊 牵着我的手上了楼 他屋子里摆满了玫瑰图案 因为我喜欢玫瑰 桌上最显眼的地方 摆放着立体相框 上面的女孩 巧笑倩息 是十八岁时的影音 照片是两年前 刚认识沈时钊时 我发给他的 没想到他居然打印出来 摆在屋里 沈时钊端着两杯红酒过来 递给我一杯 顺着我的目光落到相框上 他唇角轻翘 姐姐不管是十八岁 还是二十八岁 都一样好看 我也笑了 果然嘴甜 谁都喜欢 红酒助兴 带着三分醉意 我把沈时钊扑倒 压在身下 沈时钊兴奋又迷恋 目光浅全 姐姐 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借着月光 我们遇海沉沦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醒来十天已经大亮 我的手还摸着 沈时钊的腹肌 一抬头 沈时钊正枕着手臂 笑吟吟地注视着我 醒了 小懒猫 我睡眼惺忪 仍觉得困 翻了个身继续睡 沈时钊一愣 然后被子微微一动 他从背后抱住我 呼出来的气息热热的 姐姐 你还不离婚吗 我想继续睡 他故意呼气养我 一 是我钱不够多 还是腹肌不好摸 你怎么还不离婚来找我 沈时钊毫不客气地 捉到我的手 然后放在他腹肌上 他拿着我的手 缓缓下移 我直接睡意全无 扭头看到沈时钊 一脸坏笑看我 还没来得及开口 他又低头吻上来 回花溪别墅的路上 我的腿还有些发软 路上我一直在想沈时钊 他的脸 他的笑 他的一举一动 都是我爱的模样 我不是没有听到 睡着的时候 沈时钊在我耳边轻轻说 依依 我爱你 我已经等了你两年了 我不介意再等下去 可是 我不想看你不幸福 离婚吧 我想娶你 沈时钊是我三年前捡来的 一个落魄少年 穷得叮当响 因为欠债被人堵在街上 差点被打断一条腿 我开车经过 看到他一身狼狈 眼里的光却倔强得很 还没反应过来 我就已经下了车 帮他还了债 他抬头看我 猛瘦一般的毛子充满震惊 而后冷笑 哪里来的冤大头 别以为帮我还债 我就会给你卖命 他像只充满防备的小刺猬 全身带着敌意 我摇摇头 从后备箱拿出一套衣服 一些吃的 一瓶水 递给他 拿着吧 谁都有低谷的时候 我不需要你还什么 沈时钊眼里的震惊 一点点退散 他目不转睛看着我 似乎不明白我图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只是觉得 看到了另一个我 我实话实说 我父母死后 尹家为了想继承那笔巨额遗产 纷纷抢着收养我 可他们没有拿到那笔遗产后 圆形毕露 各种虐待我 我曾像狗一样 吃过地上的食物 只为了存活 我也曾没有尊严地跪在地上 求尹家人给我一点尊严 后来有人告诉我 尊严不是求来的 是自己正来的 那个人就是陆向南 我一直记着这句话 也竭力抓住一切机会 通过联姻嫁给他 本以为逃出尹家的牢笼 却不想 陆向南又亲手为我打造了一个 但自那以后 沈时钊就跟着我了 那时我跟陆向南刚刚结婚 我用全部的钱 给沈时钊买了一处房产 教他看金融财报 教他如何赚钱投资 一直把他当弟弟养着 他很聪明 短短三年 就积攒了千万资产 我也没有想到 陆向南夜夜缺席的三年时间里 沈时钊却悄悄地走进我的心 上了我的床 阿赵 再等我几天 我就快自由了 我轻轻说 花溪别墅里静悄悄 刚才我扫了一眼手机监控画面 陆向南和飞二人缠绵结束后 就离开了主卧房间 不知道他们去哪私混了吧 不过也好 我松了一口气 抬脚走进客厅 你昨晚去哪了 低沉的声音 从沙发处传来 陆向南居然在家 他穿着深蓝色睡袍 从报纸中抬眼 尹一 你现在胆子变大了 居然敢夜不归宿了 我与他没什么好说 装作没听见 拔脚便要上楼 陆向南却反应激烈冲过来 一把揪住我 我再跟你说话 我静静地看着他 舒尔笑了 陆向南 是你把我赶出去的 我不离开 难道要听你们俩 缠绵匪测 忘情喘息吗 陆向南脸色一白 正正看着我 半天他歪嘴凝笑 你居然学会顶嘴了 他的目光下移 忽然落到我的脖子位置 笑容原地消失 尹一 我低头看 陆向南扯我衣服 露出了脖子上的红痕 那是属于另一个男人的痕迹 陆向南脸色出奇地难看 怪不得一夜未归 说 昨晚你去找哪个狗男人了 我朝他挑衅一笑 你这个贱人 陆向南眼里滔天巨怒在翻滚 他抬手一巴掌 落在我脸上 我失望地看向陆向南 结婚三年 他第一次打我 果然没有男人能容忍自己的老婆出轨 哪怕他一点都不爱自己的老婆 见他暴怒 我心里舒服多了 陆向南 总算让你也尝到了我的滋味 那种被背叛的感觉 好受吗 但我的背叛 才刚刚开始 陆向南 我们离婚吧 我把打印好的离婚协议 扔在他面前 陆向南眼中闪过一抹闪躲 抬手把离婚协议撕碎 他恶狠狠看着我 尹一 想甩开我去找你的小白脸 想得美 陆向南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多么深情 可只有我知道 他是为了我爸妈生前留下的 那一笔巨额遗产 路过书房 我曾听过陆向南 和他秘书的对话 真是该死 尹东这个老家伙 居然给遗产继承设置了期限 需要娶他女儿三年 才能拿到这笔钱 等老子拿到这笔钱 尹一没了利用价值 看我不折磨死他 那时我才明白过来 陆向南为何突然改变态度 从事尹家如走狗 忽然转变态度 提出愿意娶我 甚至还亲自出现在我面前 告诉我许多鸡汤 妄图充当我悲惨世界的救世主 距离结婚三年 还差十天 别说给他戴绿帽子 就算是把何飞暴打一顿 他也不会同意跟我离婚的 没人比我更了解 陆向南是个多么自私的人 尹总 助理将一摞资料摆在我面前 细致汇报 前些天万城那个项目 已经被沈总收购 我们基本坐享其成 我捧着咖啡 一页页扫过那些资料 想起沈时昭 多了几分欣慰 他每天把钱挂在嘴边 这三年拼了命地赚钱 实际上每一步都在帮我 助理看我一眼 又补充道 而且沈总做得很隐蔽 没人会发现是我们做的 我点点头 万事俱备 就差那笔巨额遗产了 我打开手机 把监控那段视频完整版 给助理发了过去 查收下 助理的手机响了声 他点开看 瞬间红了脸 尹总 这是 这是陆向南出轨的证据 帮我找最好的律师 起诉 打离婚官司 我目视前方 夜空被我尽收眼底 一周内 我要和陆向南离婚 助理走后 我拿起办公室的镜子 右侧脸上的红痕 一天还没退去 花溪别墅的床 已经脏了 我就住办公室 我就住办公室 再也不会回去 尹总 外面有人找 助理敲门 说着 把人带进来 我抬头 小姑娘穿着淡蓝色的连衣裙 踩着水晶高跟鞋 却带着恨意盯着我 正是何飞 楼下咖啡馆 何飞坐在我面前 将运检报告 扔在我面前 她面色巨傲 陆太太 我已经怀孕了 陆向南的肿 说完 她仔细打量着我的表情 试图从我脸上 看到震惊 伤心 或失望 可我听了 只是淡淡地看着她 哦 抿了一口咖啡 我反问她 然后呢 何飞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隐一 不被爱的那个人 才是小三 阿南又不爱你 何必霸占卓陆太太的名分 哼 我忍不住笑 原来是迫不及待 让我疼位置了 我抱着胳膊 饶有趣味 打量她这张漂亮的脸蛋 本来挺好看的一张脸 此刻却因为愤怒 变得扭曲 何小姐 我已经在离婚协议上 签好字了 就等着陆向南签字 她就自由了 可是 我凑近她 她说什么都不肯签字 你说 她是真的爱你吗 还是只是晚你呢 何飞的脸一点点白下来 你同意离婚 看来她不知道 我又笑 不知道陆向南跟你怎么说的 说我死皮赖脸不同意吗 真是可笑 何飞紧紧抿唇 眼里充满坚定 冷哼一声 你最好说的是真话 我唇角微钩 何小姐 不如我们打个赌 什么赌 那份我签好字的离婚协议 就在花溪别墅 如果你有本事 让陆向南签字 还我自由 那就是你赢了 否则 我故意激怒她 就只能证明 你不过是她包的一个玩物 录像难爱的人是我 何飞气得脸色煞白 扑腾一下站起来 赌就赌 我会用行动告诉你 阿南爱的人是我 何飞离开两个小时后 我兴致勃勃打开手机监控画面 忍不住弯了唇角 果然和我料想的分毫不差 花溪别墅二楼主卧里 何飞搂着陆向南脖子 兴奋告诉她怀孕的消息 并且要她离婚娶自己 可陆向南的脸色瞬间变了 她拒绝离婚 甚至还让何飞 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正看得起劲 忽然有人凑近在我耳边呼气 依依 在看什么这么入神 吓了我一跳 抬眼对上沈时钊那双眼睛 阿钊 你怎么来了 她双臂弯曲 身体前倾 已靠在我的办公桌上 瞇着那双桃花眼 笑意吟吟地看着我 听小孙说 你今晚住在办公室 小孙是我助理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 我洋装微怒 沈时钊却忽然拽住我 我被他拽起 他却一个灵巧换位 坐在我原来的位置上 等我反应过来 发现人已经在他腿上了 阿钊 这里是办公室 我想推开他 最关键的是 还有监控呢 沈时钊不以为然 两只宽厚有力的手 紧紧束缚住我的腰 仰头注视我 姐姐 这里没人 你怕什么 说着 他唇角绽放出一抹坏笑 而且 我还巴不得别人能看见 传出点什么呢 他眼里波涛汹涌 我却大感不妙 我太熟悉了 这个眼神 一般都是某种活动的前兆 果然下一秒 他用力扶住我的腰 往他怀里带 唇齿相碰间 他满含笑意闭上眼睛 我也不再刻意控制满腔的爱意 婉转回应 阿昭 再等等我 就快了 好 手机安静地躺在桌上 办公室一地以你 两天后 何飞再次来到办公室找我 脸上带着胜利的笑 他从包里掏出一封文件 炫耀一般地扔我桌上 尹一 你输了 我扫了一眼文件上 离婚协议四个大字 迫不及待翻到最后一页检查 果不其然 不仅盖上了陆向南的印章 还按上了手印 何飞如同胜利的女王 宣告着她的胜利 从现在开始 你再也不是陆太太了 现在相信陆向南爱的是我了吗 我满意勾唇 面上仍然假装不可置信 没想到陆向南居然这样对我 我输了 看着何飞得意洋洋离开 我的欣喜再也掩饰不住 这个蠢货 还真以为自己是真爱 被人利用了都不知道 原本还准备下一番血本 才能打赢离婚官司 就因为何飞的突然出现 帮了我大忙 别说陆向南爱他了 我也爱他 我将离婚协议交给助理 让他尽快帮我办理那笔遗产的转移 不光是陆向南盯着这笔钱 尹家也照样虎视眈眈 当初收养我 就是为了私吞我父母这笔钱 可是他们没看遗嘱 遗嘱上我爸写明 需要等我结婚三年后 这笔遗产 才会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被继承 尹家人和陆向南达成协议 事后五五瓜分 再将我一脚踹走 还真以为我不知道 助理接过离婚协议 替我开心 尹总 筹谋三年 恭喜您快要脱离苦海 因为有了离婚协议 而那笔遗产的继承 又需要遵循遗嘱 律师那边也很顺利 很快 那笔遗产被转移到我名下 陆向南得不到分文 得知真相后 陆向南勃然大怒 听说他把花溪别墅里的 所有东西都砸了西八岁 还把何飞推倒在地 直接流产 我早就从监控回放看到了 陆向南死都不会签这份离婚协议的 是他睡着后 何飞偷偷去书房拿了他的印章 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偷偷拿陆向南的手指 盖了纸印 何飞流产后 陆向南来找过我 他态度卑微 不惜跪在地上求我 一 那份离婚协议不算 我们还是夫妻 为了营造他痴情的形象 那天还拉了一群媒体记者 可是陆先生 我们已经在五天前离婚了 你为了小三肚子里的孩子 签下了离婚协议 怎么现在要反悔吗 我挽着沈时钊 玩耳一笑 可是抱歉 我已经有新老公了 沈时钊等了我三年 离婚之后 为了保证那笔遗产 能百分百落在我手里 我和沈时钊领了结婚证 录像难闻言 不怕撕破脸 尹一 你要离婚也可以 等一周以后 过了这一周 我们再离婚 我冷笑 他就差没名说 要舔着脸 私吞我那笔遗产了 我转身要走 陆向难还要紧追不舍 恼羞成怒 甚至当年记者的面 就要对我动手 沈时钊一脚把他踹翻 你在狗叫什么 他都说了 有新老公了 你这个劈腿的前夫 别再给脸不要脸了 陆向难死死瞪着我 眼神就像有刀子一样 齐齐向我射来 他对记者头头 使了个眼色 那群记者就像约定好了一样 追着我发问 尹小姐 才和陆先生离婚五天 您就找到新老公了 您承认 这是婚内出轨吗 尹小姐 陆先生当年不嫌弃娶了您 您就是这样报答的吗 尹小姐 听说陆先生洁身自好 没有婚内出轨 这属于您造谣 对此您怎么解释 每一条提问 都是针对我 洗白录像难的 面对记者的咄咄逼问 我从容不迫地拿出一根录音笔 那份录音 就是跟何飞谈话时录下的 当着记者的面 我放在话筒前播放 里面的对话清晰可见 听着听着 他们都变了脸色 这下没有问题了吧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继续问陆先生 恕不奉陪 这件事 以陆向难的这出闹剧结束了 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偏偏他还是痴心妄想的贪婪 我本以为 陆向难就此罢休 我也就放过他 可他却偏要置我于死地 我被绑架的那一天 沈时钊刚好去忙着一个新项目的签约 一群黑衣人忽然从停车场窜出来 他们遮挡住监控 从身后将我打晕 醒来后才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废工厂 陆向难穿着西装从外面走进来 身后跟着一群黑衣人 凶神恶煞 隐一 给你活路你不走 非要得罪我 知道是什么下场吗 陆向难宁笑 他这副样子彻底原形毕露 果然 他已经不屑于伪装了 陆向难 我原本打算给你留条活路 你却这样逼我 我眯眼看他 陆向难指使那群黑衣人 在我身后和身上都泼了油腻的液体 瞬间 一股浓烈的汽油味扑面而来 死到临头了 就别再嘴硬 点火 火光弥漫的时候 我看着陆向难大笑着走出去 火蛇迅速吞噬掉废工厂的一切 眼看着将我吞噬干净 被火烧成灰的感觉 一定很痛吧 可我没有死 沈时钊从我的行车记录仪上 发现我被绑架 他带着警察找到我时 我已经被呛晕了 我从医院里醒来 裹字脸的男人穿着警服 遗憾地告诉我 沈时钊为了从大火中救出我 受了重伤 昏迷不醒 火烧断了屋顶几辆 刚好落下来 他替我挡了 砸中他后背 我跑去沈时钊的病房看他 他的胳膊 腿上 全都是烧伤 后背上 更是一大片 我捂着嘴蹲在地上 气不成声 我下了死手 报复陆向南 他之前偷税漏税 违规经营的那些证据 全都被我曝光出来 陆氏集团 一夜破产 我还是觉得不过瘾 陆向南被送进监狱的那一天 我坐在沈时钊的病房里 正看着新闻直播 阿钊 我替你报仇了 你什么时候醒呢 我好想你 我从来没有对沈时钊 说过一句 我爱你 可是 他从来不介意 我趴在他耳边轻轻说 沈时钊 我爱你 一抬头 刚好对上他含笑的眼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 把世界都变白了 而我的阿钊 也醒了过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 您的下轻看不开 对 您的下轻看不开 下次车看不开